再来看到一号下午新城乡家湾村 一名无姓男子与亲友一同饮酒 而过程中他的哥哥却与友人发声口角 为了帮哥哥出气 他不但大声叫嚣还乱踹东西 甚至一度亮刀 吓得一旁路人赶紧报警 而遭到警方带回保护管束 赤裸上身的男子发出怒吼 只见他被两个朋友联合抱住控制行动 因为他竟然拿着力气逛大街 让经过的路人都好害怕 警方到场男子情绪依然失控挑衅原警 事情发生在一号下午花莲新城乡 这名37岁的无姓男子与朋友们 到卡拉OK饮酒作乐 但他的哥哥和朋友发声口角 当事人自己倒是没有怎么样 但无姓男子为了帮兄弟出气 竟然在大马路上公然叫嚣 甚至还乱串路边的车辆泄愤 最后还拿出力气随机挥舞 与堂兄饮酒时发生争执 于是在场叫嚣闹事 警方到场后 吴南人泥醉且情绪激动 本所同仁立即将吴南带回派所管束 警方获报后发现男子 还是处于烂醉的状况相当失控 最后只能将他带回派出所管束 几杯黄汤下毒后 他连朋友的情依也不顾了 不断发疯攻击 下一滩KTV欢唱 大家恐怕不敢再揪他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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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